别装了 每次都这样 我走了 不耽误你一会儿生冷活活 陶陶 你想想能不能换个套路 你就吃这一套 疼 陶陶 很疼吗 心疼 我们回车里吧 都不动了 腰也疼 我背你 好啊 走 快到了 开门 包太大了 我找不着 不是 你包是无底洞啊 我手酸了 快开门 我陶陶陶你找不着 我看到你拿着钥匙了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啊 一 二 三 开了 慢点 腰 注意腰 小心头 你这什么表情啊 看到我顺着吗 你要干什么 帮你的手从我的头上拿开 凭什么你说拿开我就要拿开啊 你要不拿开我踢你啊 你踢啊 放开我 你弄疼我了 要不然你踢我 踢你怎么啦 放开我 放开你可以 不过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如果我满意的话我就放开你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喜欢我 不喜欢 讨厌他 你讨厌我刚才还亲我 那你是不是变态啊 你就是 等我问完问题之后你干吗 第二个问题 你是不是想做个女朋友 你现在可以说 我不说了 好 你不说是吧 那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发声 喂 喂 去哪儿啊 喂 喂 你不怀我啊 我开车送你回家 就这样啊 你还要怎么样 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开车送你回家 就这样啊 你还要怎么样 帮我解开 帮我解开 好 那我就直接说了 如果你喜欢我 想做我女朋友的话 可以按照我的方式来 你凭什么这么霸道啊 就是这么霸道 如果你不接受不喜欢的话 不面子 哪有人这么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啊 哪有人这么对自己喜欢的男人呢 我怎么对你了 你把我当成你的小跟班 动不动叫投资我控制我 你以为你是我人生的指挥官 你想找我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找到我 不想找到我时候就把我拉黑 你别说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 你会跟我谈恋爱吗 我对你有这么糟糕吗 不是糟糕 是随心所欲 肃静 我是一个人 我不是你的玩具 我当然知道做你的玩具 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我喜欢你 因为我喜欢你 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这个时候你的智商就变成负数了 不行不行 我脑子转不动了 那就让你跟小奶奶好好地放松一下 听我说 可以吗 你之前一直说我拒绝你 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的自卑 对 我承认 因为你每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都是霸道女总裁 但 我也有对你好好的时候 乖 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并不是否认你 相反的 我觉得你很有魅力 你从一开始就吸引着我 但是我很快我就发现 我们两个之间的成长背景 价值观 还有做事方式都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之间在一起 就是火星撞地球 我有问题要提问 你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太强势了 你没有办法跟我相处 如果我想跟你在一起的话 就按照你的方式来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啊 是为了我们两个 你那么要强 每天从上到下 都穿着看不见的盔甲 你不累吗 我们相处这么久 其实我有时候会不经意间发现 你有着一颗小女孩的心 我很喜欢你这一面 因为在那一刻你是最放松最快乐的 苏姐 苏姐 如果我能帮你找回你的少女心 你会更加幸福吗 其实我认为 喜欢一个人就是守护他的少女心 让他一直少女下去 因为外面的风风雨雨 我都替他挡了 苏姐 你 我想为你做这件事情 你是说 按照你的方法 我就更为少女啊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我看错你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根本不是投资人 你是清场高手 你 我隐藏得怎么样 我很吃这一套 那你能不能跟随我的步伐 我们努力尝试一下呢 好吗 那不是很便宜你啊 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你看你看你看 苏总那套又出来了 我跟你说我们以后私下相处的时候 我想看的是苏静儿不是苏总 这必须得惩罚一下 好好好 我道歉 想要什么样的惩罚啊 这个惩罚太轻了 满意吗 还是太轻了 你别以为这样今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啊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啊 从来没有人敢不接我的电话 还不过来 飘啊飘啊飘 飘到一个没有人的海盗 我等到自己学会不依靠 没有人真的那么难忘掉 我一直都在飘啊飘啊飘 飘到一个不下雨的街角 没有人会想对我笑一笑 没有人会想关心我中 没有人会想关心我中